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目前我正在日本池袋的一家飯店房間裡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這幾天我跑去日本旅遊了嘛 但是今天這部影片呢,不是一般的日本型的Vlog 等等我要去這個著名的宅宅聖地來一場尋寶之旅 對,又要再去一次秋月園了 但此行我有一個特別的目的 就是到各個有賣二手電子產品的店家逛逛 除了跟大家一起看看有賣哪些手機、平板等東西之外 也會稍微比個價 看跟台灣相比,究竟是普遍更貴還是更便宜? 欸,那如果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產品 那當然也是要把握這次機會給它帶回台灣的 所以我其實是有點擔心這次荷包會有些不保啦 因為這個企劃我是沒為自己試什麼預算限制的 搞不好真的看到太多超酷的東西 整個世紀風全買下來也說不定 好啦沒關係,反正到時買下來的這些產品 還可以再分別拍幾部影片 整個收益無論如何我還是會想辦法賺回來的 那其實我這次是沒什麼在做行錢作業的 頂多就是翻一些網站 然後也問了邦尼他們有去了哪些店家 因為就我所知,只要遇到那個對的位置 基本上就不需要任何地圖,走到哪邊都能逛了 那這次的計畫我也會找我的另外的朋友 請他一起來參與 也要麻煩他幫我進行一些店家的溝通之類的 反正時間應該差不多了啦 現在是早上的大概10點多 等等就跟我一起來個秋葉原二手商店之旅吧 OK,我現在來到秋葉原車站前面了 前面就是我要逛的地方 只在這之前我們邀請迎接我的朋友出來了 出來吧 嗨 嗨 要怎麼稱呼你呢 我是旗下,旗下凱德 好,旗下凱德 反正我們等一下就會到前面那家店去 他叫做Softmap Akiba就在這個地方了 是看什麼電器啊我們要 主要就是看手機類的啦 那如果是平板電腦OK的話我也會找一找 像是那種筆電類的大型電腦類的我應該就不會了 因為帶不回去了 除非就是放你家 然後有需要的話就是再找你這樣 有機嗎 好啦,反正我們就先過去吧 好 GO 那這家店算是蠻高調的啦 前面就一排二手的iPhone了 那我就先問你啦 如果你只要挑一台二手iPhone的話 你所要考量的條件會是什麼 價錢 那你會看型號嗎 會 那如果是型號的話 你會考量到哪一代呢 如果是二手的話 比如現在最新是14嘛 對,14 我會選前兩代的 前兩代,所以就大概12或12 Pro之類的 那就是看一下這個像是12 Pro 如果是128GB的話呢 它賣78480塊日圓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稍微比較一下啦 如果是iPhone的話 我會進這個PTT的MacShop版去找 因為PTT裡面主要會是比較合理的價格啦 就是不像某些可能FB Marketplace裡面之類的 那像是我們找iPhone 12 Pro的話 它這邊就有滿多結果了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128GB嘛 顏色的話應該不太重要了啦 我們就點這個看看 可以看到這邊有12500元 然後盒裝配件只有空盒子而已 然後這個有正常使用的痕跡 還有加一個保護貼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什麼 它這邊就有附屬品嘛 像是有Type-C的線 SIMKRAE換SIM卡的那個小針 然後它還有外盒 所以差不多啊 它就只是沒有保護貼而已 78 480日圓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灣這邊的價格 差不多就是台幣的1709元 是不是更有一點多啊 這個12500而已啊 對 沒關係我們多方比較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第二支iPhone 12 Pro 像這個12 Pro就是賣14000元 雖然如果是我買的話 應該是免稅的價格啦 它這邊就是71346元 可是71346我們這樣子算一下 這樣子是16,099台幣 也是算偏貴的 不過我們也要看啦 就是它的這邊品項 它這邊都有寫Rank是多少嘛 像Rank A的話就是最好的 就代表說它可能機身都保養得還不錯 那Rank B的話可能就是有一些些傷痕 它還有C跟D那就是要越差了 反正這個12 Pro 目前在看這家店是賣的稍微貴一些啦 只是我們也不要斷定說這家店就是賣比較貴的手機 我們就是要都方比較一下 它其實更新的像14 Pro之類的也有 像這台14 Pro 128GB的 它是賣148980日元 然後剛忘記要算會稅價了啦 會稅價的它這個是135437日元 結果換算下來呢 是台幣的30563 這個就是便宜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情況是不太確定的 就是你在這邊也可以買到比較便宜的iPhone這樣 它的附屬品應該也都是正常的 嗯都齊 什麼外殼啊線跟SIM卡針那其實就是全部了 這邊也是啊 因為常標配 所以你看都不一定 只是我們的首要目的不會是在比較新的iPhone啦 畢竟這邊台灣也都有 那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那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你的目標是什麼 不是 比較舊的iPhone我們還是可以考慮 雖然這些東西台灣可能都買得到 可是我們可以看的是它的iOS版本是多少 因為我之前的影片有說過 那種比較早期的iPhone如果它的iOS版本是比較初期的話 嗯 那就是比較稀有的 它的使用價值算不高 可是它的收藏價值是比較高的 所以說是那個iOS的系統越低就越值錢 如果以一個收藏的角度來講是這樣子沒錯 像是我們極端一點嘛 你說一個最初代的iPhone 它如果是iOS 1的話 那就是很值錢的 古董的概念嘛 其實也不算是 因為我剛才講的那個iOS 11 有可能透過其他的方式去降級下去 但如果是那種1.0之類的 就是那種幾乎沒有辦法降級下去 那就真的很值錢了 像你看它這邊都寫iOS版本是多少嗎 像這個就是16.3.1 那其實我今天早一點時間有進來這邊看過 它的這個soft map好像都會把他們的iOS 更新到蠻新的樣子 就是以一個收藏的角度來看它可能不會那麼的值錢 比如說我們來到這邊比較舊的嘛 對 都是16.4 iPhone 8它最新的版本就是16.4 那它都已經更新上去了 比較下面這個iPhone 7 它是沒有iOS 16可以升啦 但是它還升到他們可以升的最新版本了 像這種的我就不太會考慮了 因為對 比較不稀有 像是iPhone 7的最初始版本是iOS 10啊 所以如果我們有找到iOS 10的iPhone 7的話 我搞不好就真的會入手 因為很稀有 然後這邊有列出來啊 就是說不同的Rank 像是它還有Rank S的 就好像剛才沒有看過 Rank S就是完全沒用過啦 可能完全沒拆封之類的 那你一旦拆封呢 它可能就是Rank A起跳 而且這個Rank也不一定是完全的好 它可能有一些傷痕之類的 然後越下面就是 對 越糟了啦 Rank A起跳的話可能就是 對 連開機都沒有辦法開了 欸 日本人用iPhone頻率應該都很高吧 而且我看日本人 還蠻多人都喜歡用這種小手機的嘛 對 那台灣人的話就是大 怎樣都是大 對 打腿用 只是像這邊的我應該都不在考慮啦 因為它的iOS版本都是比較新的 如果是最初始的 iPhone 12的話就是iOS 14 這種比較初始的版本我會比較有興趣 但是這我都16就 台灣隨便找找找找找 而且如果是iPhone的話 它可能就比較沒有所謂的保固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是在日本買 那你在台灣也還是可以維修 對 蘋果產品的優勢就在這邊啦 然後這邊就是比較舊的像11 Pro 但這也都是最新的版本啦 大概就是一週年Zero 就是特賣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就來比一下價格啊 11 Pro 我剛剛看到是256GB 這個已經賣出了 那代表它價格也不錯 1萬塊 然後有一些細微瓜和有螢幕保護貼 這個A級品的話應該也差不多是符合這種情況啦 那這樣子未稅價是54528元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樣子是多少錢 12305 好吧 還是比較貴 它這邊也有寫到它的電池對待容量是多少啦 我覺得這家店還蠻貼心的 就是它把所有買家會在意的點都寫進去了 像這個只剩82%那就代表說不是太好了 反正iPhone的部分 這家店我們可能就先看到這邊啦 因為對 就這些而已 並沒有什麼太稀有的東西 來看一下安卓陣營的好了 它這邊就有蠻多的 像這邊就是三星 而且日本的三星手機 好像都不會直接寫Samsung上去的樣子 以台灣這邊而言 是下面寫著三星的logo嘛 可是在日本它寫著Galaxy 對好像就是因為 日本這邊不太喜歡三星這個牌子之類的 就是這個傳統在好幾年前都有了 而且像它這邊後面寫著AU就是日本電信商嘛 有可能就是會發生那種你只能插AUSIM卡的狀況 只是它這邊就有寫啦 就是它的SIM卡是解鎖的 就是你插什麼SIM卡它都是可以的 總之這個也是在日本買二手產品需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就不要說你買了你放到台灣插你的SIM卡 反正就不能用 啊這個這個這個 來看一下 它這個是S10 Plus 雖然這個型號在台灣也有 可是它後面有寫說Olympic Games Edition 它這個是奧運限定版的 是只有日本才買得到的 你有沒有看到它這邊有一個TOKYO 2020 它就是那個時候的東京奧運特別版 像這種的價格就比較下不去了啦 45580日元 未稅價也要41437 那這個未稅價是41437日元嘛 換算台幣的話是9351 那我們的二手價通常會落在5000元 只是這個當然不準嘛 因為這個就是一般版的S10 Plus 這個是奧運版的 所以會貴很多 只是像這一版的S10 Plus奧運版 就比較沒有那麼特別啦 因為它就只後面有這個LOGO而已 其他顏色什麼的都是一樣的 像如果是可能比較後面的S21的奧運版 它就會有比較限定的顏色 那種顏色就是台灣真的買不到的了 那像是Google Pixel的話 在日本其實我也看到有蠻多人在拿 看來他們也是賣得不錯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個Pixel 4 賣得比Pixel 5還要貴 而且這個只有Rank CA 這個還是Rank CA 那為什麼價格還是可以差到這樣 其實就是因為Pixel 4的規格比較好啦 Pixel 5的話 它是比較像是那種中階的規格 是不是看附屬品 但是這個Rank CA 對啊 但是這個附屬品有期 可是附屬品應該也每次多少期 還有五代是現在一中的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就是台灣比較沒有的手機好了 像這個了 這個是樂天的牌子嗎 樂天手機 可是樂天手機在台灣其實是沒有賣的 像這個你看Rank 10 mini 這個大小 只是小啊 不過它的規格其實也蠻低的啦 所以賣這個價格算是蠻合理的 因為你買了它的實用度其實也沒有到很高 這種手機的取向就是當做第二手機啦 只不過它的這一次我就有點興趣了 我的另一個也是在評測手機的朋友 他就是有買這隻手機在日本 它叫做Rakuten Hand 它其實也算是蠻小隻的 只是它的規格會比隔壁那隻還要好像不少 雖然也只是相對的概念啦 它的規格也沒有說到很好 只是這個價格好像也還可以 因為它有螢幕下指紋辨識 就是一個蠻酷的東西 7255未稅價1637台幣 哇靠 好這是我們先列入一下口袋名單好不好 可以買的 可以買的可以買的 可以買的 不過我們就是要多方比較啦 這邊雖然還算便宜 只是搞不好還可以看到更便宜的 所以我們應該差不多可以到別家店去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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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我們來到這家店 它叫做Jangkara 好像他們傳統都是前面都會擺蘋果的iPhone 因為iPhone最多人用的應該是 對啊 喔對然後這家店開櫃子的話 他們都會有這種比較大聲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嘛 像是14plus的話 256GB 而且這個應該是完全沒有拆諷過的 全新 它賣12270未睡假 價值27691元台幣 那如果是台灣普遍的價格 是大概在28000左右 這賣比較便宜齁 不過我們主要還是將目標鎖定在一些 比較舊的iPhone上面啦 而且我發現啊 這個店家好像比較不會升級iOS版本喔 像這個iPhone SE第二代 最新也是可以到iOS16 但是它只有到15.5而已 這樣子意味著我們 搞不好可以在這邊找到一些 比較舊iOS的保護 它上面這邊寫的GWCell 是Golden Week的意思 對 對好像有聽說 目前是日本的黃金座這樣 沒錯 日本的黃金座是什麼定義啊 它是很多個日本的節日組合在一起 然後變成放一整週 整個Mix的概念是不是 沒錯 像這邊iPhone 8 可以看到 它iOS其實很多都是沒有升到16的 要嘛就是15.1 要嘛就是14 所以看來這個店家真的比較沒有這個習慣啦 對我來說是好事 反正你在意的話你就會壓自己身體就好啦 你看這邊就一個Rank D的iPhone 11 Pro了 它的機礦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那個電池已經不太行了 不太行 那個畫面外面也有很多傷害 這種就是我們光看外表背面看不出來的 所以像這種有老子寫上去的店家就是還不錯 我們看到一台iOS13的東西了 這個就是更古老的 手機是iPhone XS 然後它的初始版本是iOS12 意思就是說它這個只有升級一次而已 所以要嘛是它真的沒有這個升級的習慣 要嘛就是它用了一年之後就把它賣掉了 然後就一直放在這邊 只是對我來說也沒有算什麼收藏的必要啦 因為也不是什麼最初始的版本 而且iPhone XS也不算太舊 所以對不用考慮 然後iPhone 6S這一代的二手產品 也有一個地方要注意的 因為它那一代的背面用的金屬 是比較容易被腐蝕掉的 應該也不是說腐蝕啊 就是你用久了它會有一些那種生鏽的斑點 像它這邊就有寫到嘛 就是有一些手機它確實是有一些生鏽的痕跡了 這種情況在iPhone 6S算比較常見 除非你買了就一直帶著殼啦 只是像是相機這種地方 因為有些殼可能沒有辦法完整的去cover到 所以就還是會有一些鏽石的痕跡在 它有寫耶 腐蝕蝕阿里就是真的有腐蝕痕跡了 對啊對啊對啊 這算是6S的一個痛病啦 買了手產品要注意一下 那之所以6S這一代會有這情況 但是之前的6沒有 就是因為之前的6 比較會有那種被掰彎的情況 就像是6 Plus那種比較大隻的手機 如果你放在後面的口袋 就發生過很多那種 它的那個金屬已經彎折的那種情形 所以到後面一代的6S蘋果 就把它的金屬變得比較堅固一點 但是相對就比較容易生鏽 就是有這麼一段的故事仔的 欸你看那個 這個就稀有了 iPhone 7 然後是iOS 11的 它最初的版本是iOS 10 那它現在也只有到11.0的話 那就代表說它就真的是只升級過一次 要買嗎 不要 沒有啦我是覺得就是iOS 10的iPhone 7會更稀有 如果是像這種已經升級過一次的話 那就 欸其實Apple TV我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我爸媽那邊的臥室有需要 他們那邊本來就有放Apple TV 可是要升級了 喔對對對 是不是我一種 對對對我從台灣過來的 你好你好你好 哇剛剛是遇到粉絲的人 好啦反正我們就來比個價啦 在這邊賣69900如果含稅的話 不含稅也是6355日圓 就來找一下搞不好 在這邊可以買一台之類的 不含稅的話1434元台幣欸 我在這邊看到1700台幣 而且重點這是32G的 這台是64G的欸還比較多 它是有什麼狀況嗎 好像也沒有對不對 也沒有 它只有一點點小傷痕 好像也還好 全黑的一塊有小傷痕 裡面也沒差 而且就只是放在電視下面而已 對 搞不好真的是可以買一下欸 買 你就是一個買買機器人 我正在看裡面買東西 請消費 請問一下 我想看一下那個Apple TV的東西 可以看到它上面LOGO確實是有一些痕跡在嗎 就是 對 但是這個一般人應該是不太會在意 底下的話也還好 是我的話我是能接受啦 那有沒有撞痕的話 看起來好像也是還OK 稍微這樣子撕磨一下 就拆一下角落好了 對啊 它是有一些些像這種比較磨損的痕跡在 不過我是覺得也還好啦 那其他配件就像是說明書嘛 遙控器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遙控器反而是比較需要看一下外型的 因為你會拿嘛 它那個電視就是擺在那邊而已 就比較不重要 那看起來也沒有什麼 對遙控器的話是比較還好的 那也不知道這個前使用者是怎麼用的 上面這個一堆刮痕 然後遙控器反而就還好 它上面是稍微有一點髒啦 不過應該都是差的調度 看起來好像都還好對不對 嗯 它沒有刮痕 對啊 就一些灰塵 所以我們要買的第一個產品就是 這個電視了嗎 買 我不是 要買手機回廚嗎 為什麼會買Apple TV呢 不是啊 剪刀好貨不買吧 對啦 也算是蠻高興的 太棒了 這邊的Android手機好像還蠻多樣的耶 像這邊OPPO的就很多嘛 OPPO好像在日本也是賣得不錯 底下還有MOTO 欸等一下 MOTO的Razor 這個的話也算是摺疊機 但它就是那種近期的摺疊螢幕手機 24411塊台幣喔 好貴 雖然說這種摺疊機 疊價算是蠻快的啦 2萬也比它的原價還要便宜很多了 只是我覺得還是不太值得 它這邊也有樂天手機耶 而且等一下它價格更便宜了啦 6990然後未稅價是6355 上一家店是7900多啊 那這個6990 而且它這個容量也差很多 128 它是不是說有一些刮痕在啊 啊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怎麼辦 要找對人嗎 就來 它這邊擺的小手機很多耶 像這個也是啊 這個牌子你應該不太知道 它叫做MODEN ONE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熟悉啊 反正它就是好像是賺出小手機的樣子 所以價格也還算OK 蠻便宜的 我這樣搞不好可以再做個 什麼日本小手機特輯之類的 對啊 它連這個UNIHERS JANY也有 這個也算是比較知名的小手機 欸它上面還有黑莓機耶 哇 等一下等一下 旁邊這個應該是UNIHERS的牌子 它叫TITAN POCKET 我之前有拍過一部影片就是UNIHERS TITAN嘛 可是TITAN POCKET這是什麼 等一下我要查一下 TITAN POCKET 哦 我這個真的是都沒聽過 它是類似這種黑莓機的設計啦 嗯 看起來機子也算是蠻小的耶 然後這個就是很堅固的外型 這個我是會有興趣啦 但是我這個廠商已經有一些聯絡的款道了 所以如果跟他們要的話 不覺得是可以的 比較有感興趣的大概是這個啦 唉 所以也要考慮一下了嗎 蛤 好啊 反正都是我付錢 我支持你 看別人付錢總是最開心的 對 而且這也是手機 它是UNCUE的 這應該是比較主打音樂取向的 你可以看到它鏡頭旁邊有這個滾輪的東西 它就是調音量用的 我們一般手機不是都是按鍵式的嗎 它這種就是你可以用滾輪 讓你有更精確的段數這樣子 我記得它有100段之類的 就是你有1到100%可以去調那個音量 對 機礦的話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欸很白很好看耶 就像它新卡用不用得了都要買了你 對 而且它機礦是真的還不錯 沒有什麼刮痕 小手機的時候感覺是很棒 而且它螢幕的品質也還不錯 這手機是真的 花台幣1600塊 對 回去可以給它拍一集了是不是 一定要拍一集的啊 指紋解鎖 它是螢幕下指紋辨識的 你用這個價位買得到這種手機嗎 後鏡頭是ok的 然後前鏡頭也沒問題 手電筒的話也是可以亮的 好啦這個就決定了 好 這一支的話 其實它也算是蠻有型的 它的名字就叫做Mode 1 好像也只出過這一支手機的樣子 它的螢幕是更長的啦 只是應該也不是那種 AMOLED就是一般的LCD材質 就是看起來沒有那麼的未來感啦 比較像是真的蠻早期的手機 不過也算是蠻值得說到的啦我覺得 但其實我覺得蠻長的看起來蠻 像遙控制的 對 相機後鏡頭正常 前鏡頭也沒問題 手電筒的話 對也是真的正常使用的 那好像也是可以敗下去了 嗯 好敗了 好敗了 小袋子變大袋子了 對 我們用一家店的時間 買了三個東西 太棒了 太棒了 好啦後面比較大的東西 我們就稍微繞一下就好了 這個是確定不會買的 塞不進去 我怕你打臉打得很快 不是 這可是要挪三 我要怎麼打我自己 就這樣子到處看也是樂趣之一嘛 不花錢也很棒 小心 我看到終於了耶 不行 不許再讓你這麼講了 所以我要趕快跑了 從現在開始啦 真的 除非是那種真的太稀有的東西 否則我真的是不會下手了 一定 一定 希望你不要打臉 這家的店面好像就比較小了 可是它有分一樓跟三樓啦 對 沒關係就先看一下一樓什麼好了 前面一開始一樣都是iPhone迎接你 它有沒有標系統版本啊 照理講應該也要有才對 可是好像沒有耶 頂多就是寫個電池容量 好像也就這樣子了 什麼A級品B級品之類的也都沒有 還是說它有其他的表示方式啊 只是看不懂啦 可能就是像這種畫圈畫三角形之類的吧 但也不是所有手機都有啊 我就真的是看不懂 反正如果是iPhone11的話 64GB的價格是34,800元啦 那畫上台幣的話是7,800喔 台灣的話通常都是167 不好 像這支的話就滿特別的 這應該也算是那種很堅固的手機 沒看過 然後上面這一支是Leica手機 也是我之前介紹過的 這個價格 就稍微有壓下來一點了啦 這個的話就稍微比較稀有了 其實說稀有也還好啦 因為它是知名品牌 它是微軟的牌子 對微軟有出過這種像手機的東西 但是失敗 很少人買 而且它定價非常的貴 現在中股價是10萬元啦 那我們來換算一下好了 台幣24,778元 那我這邊PTT的話是沒有根據啦 因為找不到太少人在賣了 它這邊是有金磁的這種手機啦 我之前有講過 它就是按鍵的設計很特別 只是這個很明顯就是 按鍵型手機的那個年代 它沒有智慧型的 所以應該也不用考慮啦 就這樣子啦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二樓這邊就有一整排都可以直接試用的 這種應該就是機礦很普通 然後也沒有外箱 就是隨便你拿出來用 然後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買下來這樣子 好啊 那就來開始尋寶一下好了 那我這邊試了手邊兩支手機 也都是正常的啊 功能什麼的 我剛剛看相機也都能開 只是機礦確實不怎麼好啦 它相機也都正常啊 然後前鏡頭的話 對 它前鏡頭在下面的 這支手機我確實也滿有興趣 雖然之前也就有看過的機種啦 所以先等一下好 先等一下 好 都聽你的 所以背面這個動作未確認的意思 應該就是說 它們放在這邊 沒有檢查過 沒有檢查過 你就隨便看 然後正常你就帶走 然後它旁邊這個W的意思 它上面這邊有一個價格對照表 像這支的話 就是統一2200日圓 那最便宜的X它是1100 都超級便宜的啊 你看這個2000日圓都可以買到了 然後功能也都正常 我... 要買了是不是 所以... 我其實只將要了 欸 我在這邊真的是會失心瘋啦 你看這支手機 它跟這一支很像一樣 都是Shop的Aquos 只是這一支 不但這個邊框更窄 我記得這個也算是更早期以前的手機 它我記得叫做Aquos Crystal 這邊有寫到Crystal 它這個已經是Crystal第二代了啦 那第一代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更經典 因為畢竟剛開始嘛 Crystal2的話其實也還不錯了 這個W的話也是2200日圓耶 所以我是要兩支選一支的意思嗎 會兩支都帶啊 4400 4... 欸我好處想 這4400差不多也才台幣1000塊呢 你會這樣想就好了 你就放心了 然後我剛剛拿到這支手機 我就有一種既視感 它居然是LG G4耶 LG G4是我之前的一支手機 只是它的外型 跟台灣賣的版本其實是有一些不同的 雖然說配置那些的很像 應該就是同一個模組做出來的 但是像按鍵啊被蓋什麼的 都跟台灣差很多 正面的話其實也是 不對耶 我剛剛說是同一個模子 但是好像也不太一樣 就是整個手機的弧度啊什麼的 跟日本的好像都有差 那底下也沒有這個LG的Logo 這應該算是可能日本的特製版吧 欸等一下啦我又碰到第二支了 這一支是Shopper的305SH 那正面也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它就是AQUOS Crystal第一代了 我剛才說第一代我就要買是不是 我剛剛是不是有說過這種話 有啊 因為它的價格更貴喔 它是Y級品的 在上面是寫4400日圓 可能是因為它機礦比較好的關係啊 這個螢幕不知道可能沒有那麼多 像這個是真的還蠻慘的 然後機礦的話也是啊 背面寫的好像也都還好 其實這樣子看下來啊 這些手機 他們雖然後面都寫說動作未確認 但是通常幾乎 至少說我這邊開起來的 都是可以開機的 像是相機啊什麼的 也都是正常的啊 所以真的是 能夠挖到寶的感覺啊 背痛也都是這種WG的 就是 他們的依據可能就是 看它外面的機礦好不好啊 傷痕多不多那些來評判 當然手機本體新木星也是其中之一啦 像這隻就真的是有點年代了耶 它這個還有天線 你可以這樣拉出來看電視用的 這個手機根本沒有這種東西了啦 好這個地方就可以真的來找找看 有沒有最初始的iOS版本了 雖然上面是沒有寫啦 不過如果你真的有耐心的話 你可以一個一個開機然後去檢查 除了iPhone之外 它這邊也有更多的iPhone 這是5s啊6啊 下面就是更舊的44H 好啦那給我一點點時間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啦 我不想說每個都開機太麻煩了 這邊絕大多數的iPhone都是沒有辦法開機啦 就是沒電的 這個是選到極少數一隻 按個開關鍵還能開機的 這台是iPhone5s嘛 那它的系統版本應該是 好我已經知道它是iOS10的 就是我已經練就這種 一看初始畫面就知道是多少版本的能力了 首先這個初始畫面如果是iOS9以前的話 它就是用滑動的方式 10之後的話就是要按這個主頁鍵 然後另一個這個電池圖示呢 在iOS11之後它變得不一樣了 11之後它的邊框是更粗的 然後這個還是細的 綜合這兩點來看它就是iOS10了 只是iOS10的iPhone5s嘛 那也不是說多稀有啦 所以就還是放這個 他們還是有這種比較新的iPhone6盒子的那種啦 從6S之後到11Pro這類的都有 只是他們就是擺在這種結帳台 不能讓你隨便拿 就是你有需要的話你再跟他們說 他們再跟你這樣子吧 那我最後是決定買這隻手機啦 這隻手機叫做AQUOS Zeta 它算是Crystal後期的機種啦 有點算是後期機種之類的 那我之所以不買Crystal第一代的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之前已經有觀眾私訊過我說 看那邊有一隻啦 所以到時候或許可以以這隻 然後跟觀眾那隻Crystal來做一下比較 反正我們就付錢吧 2200塊 總之剛才付完錢了 那手機就這樣子直接給我拿走了 OK 戰利品加1 開心一點 太好了 逛到天黑了 能確定的是這種地方一天是逛不完的啦 我們等一下可能就到今天的最後一間了 那相信我 我不會再付錢了 真的 我相信你百分之百 你完全不相信我的樣子 它這邊很狂欸 一堆二手手機就直接放在上面了 直接在倒入熱撤面對大家 對 這邊也都是二手的了 像是XZ1在這邊嘛 還有各種各樣的東西 它要綁住啦 它不怕人 人家偷啦 然後我們早些時間看的那個Roku 10 mini 就是這麼小一個 好像Apple Watch 對對對 它很像Apple Watch那樣的介面 因為它螢幕小嘛 所以你要用這種方式來拖動選擇 其實它的規格很不好啦 所以我是沒有什麼興趣 就放著就好了 我們已經買到另一隻樂天手機了 就不用這個了 它有寫什麼東西上去嗎 好多都沒有對不對 只有錢 還有AB rank 有啦 那比上一家好了啦 上一家是連那個AB都沒有寫 只有寫那個電池只剩下多少 上一家的珍貴之處 就在於它們的樓上 那看起來看呢 像12 Pro Max 256GB的話 是9800日元 這顆台幣大概是21393 我這邊隨便找一個文章來看 它是賣一萬九千塊 所以算是偏貴的啦 不過也要再次告訴大家啦 這個單次比較的價格 不代表這家店賣的都是貴還是便宜 都還是要每一隻每一隻 過去看價格才知道的 等一下等一下我看到了 我看到一隻我興趣的東西 它這隻叫做Belmuda Phone 中文叫做百慕達手機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啦 但百慕達算是一個日本的家電品牌 而且它好像是主打那種比較高單價的 都是賣那種比較貴的 我記得這隻手機原價好像是14萬日幣 對14萬 這2萬 因為它賣得很不好 所以就掉到爆 我來看一下平均價格大概是多少啊 如果是2萬OK的話 我會想要買來介紹一下 因為這真的太奇葩了 你剛剛不是說我跟馬來西幣嗎 我剛剛沒有什麼啊 我剛剛沒有說什麼吧 我不記得啦 好剛剛我講錯了啦 這隻的開賣價格是10萬4千多 但是它的規格完全不值那個價格 反正就是一隻很奇怪的手機啦 那2萬0800元我剛剛查過 有更便宜的大概1萬9千元就買得到了 反正這個我們就再觀光一下啦 搞不好其他電影能找到也說不定 我發現一個殘酷的事實耶 我剛才買的那隻手機 在這邊看到4980這個價格是怎樣 你剛剛買多少 6千9百多 不過目前看來 6980到4980這個區間 都是只有手機本體而已 沒有負荷值 而且這邊也沒有詳細寫說它的計畫是如何啦 所以既買資則安置啦 好啦反正今天差不多就到這邊啦 剛剛那個家庭也是空手而回 因為沒有找到什麼值得買的東西 對 尤其你已經買了4個東西了 對已經夠多了 我這個包包快裝不下啦 我要先回去卸貨一下 反正接下來的部分明天就再繼續啦 我們就先去吃個飯 明天見啦 好於是就這樣到了第二天 我們來到了這個地方 一樣是在張趴啦 反正也是邱維人的其中一個分店啦 那就來看看這邊有什麼東西吧 它這台算是蠻特別的啦 就是這個紫色的 喔好看喔 它是BTS的版本 對它就是三星跟BTS合作的 然後沒想到在日本也有賣 只是價格也不太便宜啦 因為當時開賣一家就是有點信仰價了 所以這台即使是已經三年前的手機 可是二手價有一點下不去啊 然後不曉你有沒有看到 就是它上面這個有類似刮過的痕跡 真的 因為很多的蘋果產品 像是iPad或是AirPods之類的 它會有一個可以讓你訂製在後面刻名字的服務 也不一定要刻名字啊 就是刻你想要刻的字上去這樣 但這種東西就是 如果你買了之後 確定幾年後你就要賣掉它的話 那你就不要刻上去 會掉價 還要賣的話 你刻上去就只能用這種方式 刮掉 來清楚的 啊刮掉的話那就是刮傷啦 就只能降價去賣啦 就是你搞不好用了兩年之後還是B級品的 但是說給店家它刮掉之後它就變C了 這就是一個買蘋果產品要注意的地方 可是這個困擾iPhone沒有啊 因為iPhone沒有客製的服務 好看來這家店就這樣子而已 因為它就是一小條而已了 很小一家 那我們就到下一個陣地好了 為什麼下雨了啊 來到了這應該算是目前最大家的店家了 這個就是Soft Map啦 也就是Turion車站前面的 但是大家很多 其實在一樓就有賣很多二手產品了耶 真的耶 剛才看的好像是一樓跟三樓的樣子 嗯 也是趙王力的前面一對月都是iPhone 然後看來他們把版本升到最新 已經是這個店家的SOP了啦 其實這種幾年前的機種 他們都還是要位置16 可能是比較16的初版 但是對就是最新的大版本 不過有可能是店家保養得好啊 也有可能是它燈光打得好啦 這樣子看下來其實是這種舊手機 他們每一支的機框也都還不錯 可是這個店家它收取的那個條件比較嚴格啦 就是如果機框太差它可能就不收了 畢竟是大家連手的樣子 對啊 也要看到一個例外了 14.4的 但也很新的啦 6S Plus最新的版本就是大概15.7 所以14.4也就只是一年沒有更新而已 喔沒有啦 我發現它是以這個RANK的等級來分類的 像這邊就是嘛 RANKD它的背面已經裂掉了 這個就是品項比較不好的了 不過大致上來看也都還不錯了啦 喔讓你看這個 嗯 迪士尼手機 喔 它的這個鏡頭是做成這種米奇的樣子 因為迪士尼手機其實也出過蠻多的啦 它都是跟不同廠商去合作的 然後就是做這種很多迪士尼的外型 這個是2016年的款式 那我記得它大概2012年的時候 所以我就在做這種迪士尼手機了 然後這一台Xperia Z4 在台灣的名字其實不一樣 它叫Z3加 而且這隻手機其實是賣的蠻不好的 因為它發熱的問題很嚴重 那年代大概2015年的Android的手機 只要是用高通處理器的話 那基本上就有蠻嚴重的發熱問題 好我們到三樓這個地方 左邊這邊賣的很多鏡頭啊相機等等的 右邊這邊就是各種各樣的電腦啦 而且一整排 新一色都是蘋果 這邊真的是很愛蘋果 不只一整排咧 這邊很勉強都是 兩整排 整面牆 不過它上面這排這邊其實也是蘋果喔 這是蘋果出的電腦 對 這是電腦 這像垃圾桶的是 對 這是電腦 蛤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用覺得你講話的實力 因為它就真的是很像垃圾桶 很多都是犧牲它的垃圾桶 有更難聽的人就是骨灰台 骨灰台 人家可是旗艦的 但是在當初賣很貴 大概10萬多台幣 我自己家那個電腦 直接就是放腳踏 如果腳鞭換成這個 我一定會把垃圾桶 直接丟進去 然後這邊就是別拍的筆電啦 但主要應該都是筆電的啦 就是如果你有這個 蠻有所筆電需求 或許來這邊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這一車賣的是 一些all-in-one電腦 跟這個繪圖版 其實它二樓也有一些其他東西啦 這個就是比較偏向 中古的電腦零件 雖然說我們的設列範圍不在這邊 但是到樓下一下而已嘛 那就下去好了 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地方左邊是新品 右邊這個地方應該就是有手的啦 有風扇啊什麼的 好像這邊就只有風扇了啦 好啦下去啦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了 直接前往下一家好了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漏掉這邊了啦 這邊還有一排Android手機 然後樂天這家廠商真的是很愛玩手機大小 它有出一個mini 有出一個hand的也是算小字的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Rakuten Pig 這是大手機啊 注意注意注意 又是斑木大手機了 這邊的話擺了五台 然後其中四台是Rank A 這一台是Rank C的 是有什麼情況嗎 網絡利用制限 它有限制用網路 喔對對對 其他好像沒有標這個 對我來說好像是沒有什麼差啦 除非我真的要插SIM卡進去 否則這樣子應該就是一般手機啊 外型什麼的這樣看起來好像也還好 它沒有什麼刮痕啊 好吧正面很慘啦 但是它上面也沒有寫 還有這個 你看它的這個背蓋 這個布紙跳色 它是上下兩個完全不同的顏色 它的設計好像是可以 上面跟下面換不同顏色的背蓋 它就是有很多那種組合 你可以買一盒 然後看心情去換這樣子 像這種材質看起來很容易會掉屑屑 那就是一個蠻酷的手機 就是2016年的 我上次來日本的時候有看到過 像這個Essential Phone也是蠻特別的 它也是擺三支 這個如果有看我之前那個iPhone X的影片就知道 它算是瀏海手機的始祖之一吧 那Rank B的這支的價格 18,164元 其實也不算貴 雖然它是2017年的產品了啦 不過這個價格也還算好入手吧 我發現我真的弄了很多有趣的手機耶 像這個就是三星Note10的星際大戰版本 它這個背蓋是長這樣子的 後面有這個星際大戰的logo跟紋路 它還是這種黑紅配的 其實它蠻好看的耶 只是價格就是 對不簡單啦 52800 一台2020年的手機賣這個價錢 確實是有它的稀有性在啦 反正這家店差不多就到這邊了啦 雖然看了蠻多還蠻有趣的手機 不過真正想要的應該就是那個百慕達了吧 對 百慕達的 相信我 先等我講完 我們還沒逛完 反正目前看到的價格就是大概22000多日幣啦 那如果我們這樣子逛一輪下來 沒有比這個還要低的話 那我們就去那家買啦 滿意了吧 我要付錢了 OK 好 於是我們就來到了這家EOS 就是昨天晚上我們逛了最後一家啦 就不知道在這邊能看到什麼啦 但是它擺的方式好像也都差不多 就在上面寫的這個電池健康度 然後也就這樣子了 什麼詳細有沒有寫 有啦 多少人可以有寫上去 它就是給你一些比較基本的資訊 但是也就這樣子而已了 沒有再多給你什麼 反正你要查系統版本那些的話 就只能告訴店員 由他拿出來給你看了 欸不對啊 iPhone沒有寫 可是iPhone就寫得比較詳細了 為什麼 可是iPhone量太多了 欸 這邊真的很多耶 是在擺什麼祭壇之類的嗎 太多了吧 真的手很長 我發現這邊很多賣人詢問的手機耶 這一面都是 連這個東西都有了 這個在日本人 不能想買嗎 它連最新的這個Z50 Ultra都有耶 這個應該是全新的 但是已經開封過了 然後賣的價格是998000元 寒稅價的話啦 可是這樣子換算台幣的話 其實這台也不平一個事了 它還有這個一點電子磁碟樣子的手機耶 它這個是有加SIM卡的 它是支援兩個卡槽在裡面 然後Android 9聯發科P70的處理器 然後這一整排都是消滅的 下面就是Poco 這邊擺很多中國手機耶 這一家店擺很多東西 對 這個是跟BG家店不太一樣的地方 嗯 好啦 終於要到我們此行的最後一家 也是Jumpala 來 沒的啦 對 這家店就是一樣 前面都是iPhone 店面算是中等大吧 沒有說算特別大 但是也夠看了 然後這一支Xperia XZ2 Compact 2 其實我也是算一直蠻享受的 在昨天的時候有看到過 那這個價格好像也差不多是這樣 它就也算是小手機 然後是蠻旗艦的規格 然後這一支也是算蠻少見的 這也是台灣也有賣 它叫Zenfone AR 就是主打AR的技術 那這種技術就是用的人不多啊 所以雖然它的規格蠻齊艦的 但是就是賣得很不好 好啦 反正就這樣子逛完了 這家店比較有興趣的東西並不多 所以我們就意味著要回去買那支 GOGO 你看這就是他們在賣東西的過程 就可能是顧客在這邊坐著 找東西給他們檢查 看物品有什麼狀況 你要給多少個RANK 你可以拿多少錢之類的 它這個也是優勢的 所以它應該就是在對面那邊賣包 欸 對耶 那我們這家店就還沒有來過耶 就這樣子硬生生經過了 那就進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地方也太酷了吧 全部都是RANKD的iPhoneSE嗎 好像都是耶 哇 這應該是由什麼機構之類的 淘汰一批下來啦 不然不會有這麼多隻啊 它這邊就是隨便讓你拿起來用了 你覺得滿意的話就去結帳 只是這些機構真的是不好啦 認個D就是這樣子 6300含稅的Sony XZ Premium 雖然也是DRANK啦 在這邊看 這個玻璃是有一點點碎裂 然後底下這個地方也是掉漆了 不過除此之外 機構好像還不錯的樣子耶 如果能用6380含稅的價格 買到這支的話 好像還滿有興趣的 因為這支也算是我滿想收的手機之一啦 因為它的顏色還滿特別的 就是雖然在台灣也有賣 只是買的人並不多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邊還有 放一堆蘋果的信仰貼紙在這邊 因為每一台iPhone 它不是盒子裡面 都會附那種信仰貼紙嗎 它就是聚集在這個地方 只要放在這個地方是 你可以隨便拿走的意思嗎 貼紙粉場 對 然後這邊放著一整排iPad的 而且重點是 它們都是有通電的狀態耶 你隨便按一下Home鍵 它們都是開著的 酷喔 從這邊就可以看出 它們用的iOS版本是多少了 它這家店外面也是 iPad隨便包耶 就直接放在外面這邊了 反正差不多了 我們就前往該買的那家店吧 好啦 回到Jump Park這邊了 那我們就鎖定這兩隻其中之一好了 這邊是Soft Lab 幹 好了 小心 可以走了 兩天買五個手機 心情如何 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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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繼續買 好 現在去下一家繼續買 結果沿路又看到一家賣手機的 這家雖然是有標它的版本啦 只是很偷懶 它直接標是多少以上 有標跟沒標是一樣的 而且我真的很不能接受 有人把iPhone打錯字了 那個P一定要大寫 它不能小寫 所以如果你以後傳給我訊息 你打這個iPhone的話我會封鎖你 就這樣嗎 對 這裡有百慕達手機而且是新品 它賣2%980日圓 你就知道它吊價有吊多餐了 轉出這個家店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沒有看到想要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它的燈光打得很棒 滿值得這樣 裝很不錯 而且手機他們收的計畫應該也都還不錯 至少這樣子看下來 燈光美氣分家啦 排得很好看 對 而且它排得很好看 很多同型號的手機他們都是一個一個顏色這樣子留白的 很有那種規律性 這家店還不錯 我們又來撿垃圾了 對 沒有在開玩笑的 沒有啦 因為是真的 除了想再看看以外 這手機我覺得是可以自己入手的 果然再來看一次又能看到一些更詳細的東西 這是手機XG的日幣1100塊 功能我這邊看的完全正常 相機什麼的也都OK 那它的規格我目前是還沒有查到啦 只是這個是它的錄影喔 然後奇蹟度這邊 這東西支援4K錄影 一台台幣200多的手機它有4K錄影 那就代表它的規格應該還不錯 這個還不買嗎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有些人是怎麼用手機的 這個背面是有人拿沙子去磨它是不是 那你拿去洗碗的嗎 對啊 是拿著菜瓜布去磨是不是 原本是黑色的機 它被磨成整個銀色的金屬都跑出來了 然後反正最後呢 挑了三支手機 其中這三支 一支是Sharp Dark Horse 一支是迪士尼手機 但也是Sharp Dark Horse 然後第三支也是Sharp Dark Horse 你真的好愛笑 重點是我昨天跳的那一支 也是Sharp Dark Horse 你應該要順便買一台 它要翻上回去啊 真的 我這邊下補粉了 反正這支手機 我們就再來 比較詳細的去探討一下 我現在先結帳了啦 等一下 順便說一下價格啦 這個的話就是X嘛 剛剛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1100日元 然後另外這兩支都是W等級的 所以這樣總共加起來 5500日元 結帳吧 OK 所以就這樣子 決定買來三支手機 然後再加上那個 白木打手機 今天總共就是四支入袋啦 再加上昨天的話 在這邊也買了一支 然後另外兩支白色的小手機 這樣三支 所以我們就買了七支了 這一次的旅程 花了多少錢 我不想算了 喔 我不想算了 我也算了 我不想算 大概 我不想聽 我不想聽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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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總之我們就回到這個地方喔 這個企劃 準備要做個結尾 我要準備回台灣了 二十七支手機 搭飛機回去了 太棒了 那你對於這次的企劃 有什麼想要講的嗎 嗯 江發的BGM很新啊 你就只有這個要講的 這我本來我只是果粉 然後就這兩天看到很多 意想不到的牌子 例如你買了很多的Sharp 我以為它只是家電品牌 但原來它有出那麼多款的手機 因為安卓陣營 本來就蠻多這種奇心怪狀的東西啦 不只是iPhone而已 所以經過這一次 你應該也會想要繼續用iPhone吧 對 沒錯 但就蠻有趣的體驗 就看了很多不同的品牌奇心怪狀 要不是由我帶你這樣子來 對 也不會去經過這種店 太好了 就體驗到在日本買二手的一些狀況 如果我會買二手的話 我會選擇 例如Soft Map或者 就是那個比較大的店家 對 大的連鎖店 還有他們的詳細寫得很好 我們看到有一些店家 不是只貼一個比較簡陋的標籤嗎 對對對 如果每一台都要去問店員 會很麻煩 但是Soft Map跟江發他們都寫得很詳細 然後就可以一下子就看到它的什麼rank 還有什麼問題在裡面 資訊透明啦 對 不會說你買了採訪 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對 而且PGM很洗腦 對 PGM太洗腦了 我現在還記得 還有在那些Soft Map跟江發他 它有自己店家的一個月保養 但是它免稅的話 就沒有那個一個月保養 也沒有關係了 對 應該也學到了一些東西吧 就是像是iPad的 最好不要買那種有刻字的之類的 對 那個這個特別醜 對 那個擦掉了 好啦 反正接下來我就回家 然後慢慢給大家看一下 我到底買了什麼東西 相細介紹一下 然後大家就先跟大家說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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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伸不了那麼長啦 好啦 反正就來看一下 這次的戰利品有哪些吧 首先在日本的時候就有說了嘛 總共七支手機 其中三支是比較新 機礦比較好 還有附盒子的 另外四支則是店家所說的 Junk 垃圾產品 但他們可是有精挑戲選出來的 可以說是黃金啦 反正第一支叫做Roku 10 Hand 5G 花了未稅價6355日元買的 完全沒外商 功能都正常 箱子跟配件都在 基本上可以當作全新機來看待了 其實它還有一款Roku 10 Hand 4G 外型完全一樣 而且它雖然比較早推出 但那個處理器 其實比這支還高階 反正相信我們之後的影片再來好好介紹 那第二支是很特別的品牌 叫做Mode 1 Grip 其實相比之下 這支就沒樂天那支那麼划算了啦 未稅價9073日元 規格也沒比較好 而且當時我沒發現 它邊邊有像這樣子的掉漆痕跡 隨附的配件感覺也沒那麼新 但不後悔啦 畢竟也是只有日本才有賣的手機 你看這兩支的顏色跟尺寸 你也知道他們根本就是踩在我的姓屁上了 不買不行啊 反正這兩支都是在John Potter買的 就是認出我的害羞店人的家店 當時有看到的可以在底下留言一下 那這兩支我以後會拍一部影片 一起介紹評測它們啦 再來第三支 是我花最多錢買的 不要mood.phone 22,800日元 雖然原價可是10萬以上啦 雖然第一天晚上 就有在其他店家看到二手的不要mood.phone 而且還賣更便宜啦 兩萬零八百而已 但那個是沒有盒子跟配件 只賣本體的 買這種產品我會希望盡量完整嘛 所以多花兩千元買這些 我覺得沒啥問題 那手機也是完全無商 功能正常 可以當作全新的 只是我會多利做一部影片出來 它有太多東西可以講了 然後它是在EOSYS買的 在缺業員也是開了一堆連鎖店 接著就是撿便宜去了 首先是這支Sharp Aquos Siri Mini SHV31 1100日元就買到 折合台幣250元 S801處理器功能基本正常 只有螢幕會有像這樣的閃爍情況 但我還能接受 接著是Sharp Aquos Zeta SH01G 2200日元 機身水藍色的 很漂亮 處理器也是高通S801 再來是Sharp Aquos Crystal X 同樣2200日元 也同樣是S801處理器 我是買完後才發現它們都是同款SOC啦 那這三支我之後會放在一起介紹 你們看這外型應該也很明瞭了 都是這種窄邊框的設計語言 有蠻多的故事可以講 再來最後一支也是超酷的啊 它叫Sharp Disney Mobile On Document DM01J價錢一樣 對就是傳說中的迪士尼手機 從外型到整個介面 都超級夢幻 做超用心的啊 這個又可以再拍一部迪士尼手機系列影片來講了 反正我之後有得忙了啦 全部架起來 又有四部影片要弄了 各位也能發現 我買的這些全都是日本才有賣的手機 這樣才有意思嘛 不然我直接在台灣找就好了 喔對 這台Apple TV 4K 也好好的躺在我爸媽房間的電視櫃了 使用上完全沒問題 他們也用得很滿意 差不多就這樣啦 估計這部影片全長要50分鐘左右了吧 但分上下集的話就比較沒意思了 一口氣看完才爽 如果你沒有享受到 或者有收穫的話 就幫我按個喜歡或超級感謝吧 也歡迎到七下子頻道去看看 追蹤它一下喔 我會將連結放在說明欄內 影片就到這啦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